公案名称 一滴水 公案内容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,一位名叫阿里苏菲派修行者正在沙漠中旅行。 他已经走了好几天了,滴水未尽。 阿里非常口渴,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。 他突然看到前方有一片绿洲,他便加快了脚步。 阿里来到绿洲后,迫不及待地跑到河边,想要喝水。 就在他准备喝水的时候,他突然看到河里有一滴水。 阿里看着那滴水,心里想,这滴水虽然很小,但它却是真主的恩赐,我应该珍惜它。 阿里于是将那滴水捧起来,小心翼翼地喝了进去。 阿里喝完水后,顿时感到神清气爽。 他明白了,真主是仁慈的,他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。 从此以后,阿里更加虔诚地信仰真主了。 他经常向人们讲述这个公案,教导人们如何珍惜真主的恩赐。 公案启示,这个公案告诉我们,真主是仁慈的,他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。 我们应该珍惜真主的恩赐,不要浪费任何东西。 这个公案也告诉我们,斋戒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,它更是一种修行。 通过斋戒,我们可以学会珍惜真主的恩赐,培养自己的耐心和毅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